好 又到了山凱氣象的時間了 明天的天氣如何呢 要來請教氣象主播以江 以江請說 大家晚安 我是以江 最近這幾天大家有沒有發現 明明是正中午時間 但是天空已經暗了下來 緊接著下起的龐陀大雨 有時候還會延續到下班時間 那麼如果您正好要下班 可能會覺得相當的惱人 像是今天包含在這個雲林一倍 都有下起局部的雷震雨勢 在吉隆七度呢 短短一個小時內 甚至下到了79毫米的雨量 而午後雷雨之所以 雷震雨會下的這麼大 其實也跟我們的高溫脫不了關係 跟昨天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最熱的區域已經換地方囉 在台東的達人一帶 也就是土板國小這邊 觀測到了37.5度的高溫 甚至在花蓮玉裡 也能感受到一陣一陣的熱風吹來 那麼為什麼高溫區域會換地方呢 首先都透過未經濟雲圖一塊了解 那麼今天隨著太平洋高壓勢力減弱 台灣附近水氣都有增加的狀況 所以我們從大範圍的未經濟圖上面可以看到 原本在北方的蜂蜜雲帶 現在已經有慢慢的往台灣靠近的趨勢 而在南海這邊 雖然有熱帶雲系在消消漲漲漲 但是預估到了下個禮拜 才有發展的機會 只是有沒有機會乘台 或是對我們有沒有影響 還要持續的再來關注 因此這個禮拜倒不用擔心太多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午後熱對流的發展 而回到台灣附近 我們來拉近一點點來看 可以看到現在大環境是吹這個西南風的關係 所以這些對流雲包呢 就在山區發展出來之後呢 就會順著風向擴展到中部以北 跟這個宜蘭一帶的地區 而到了明天呢 大雷雨的熱區同樣是這些地方 那麼特別要提醒就是我們東半部的花廊的朋友們 現在的漿雨熱區是轉換了 所以午後進入山區 一定要多留意這個周遭的環境變化 那麼風向的轉變呢 除了會影響熱對流的爆發地區 在極端高溫的範圍也會變得不一樣喔 接著來看到下一張圖卡了 提醒大家明天要做好防曬跟補水的工作 因為可以看到喔 全台明天又是火烤番薯出現了 全台通通都可以來到33到36度之間 不過因為受到這個西南風的影響的關係 所以在西半部的沿海呀 尤其在南高坪的沿海一帶 會因為下起這個短暫陣雨 所以高溫渴望就沒有那麼熱了 但是在被封車的台東地區可能會吹起焚風 所以在南徽地區高溫可能一下子會飆到超過38度以上 所以提醒部落朋友們呢 這樣的極端高溫 除了我們人會受不了之外 農作物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相關的防護措施一定要做好囉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深海氣象 首先看到屏東獅子牡丹滿洲 是多雲稻晴24度到34度 泰武來一春日要留一短暫針雨24度到34度 三地門烏台馬加19度到35度 高雄桃園納馬下茂林要留一 午後雷鎮雨是14度到33度 將以阿里山14度到32度留一 午後震雨 南投原鄉地區也是有很高的午後 將雨機會13度到32度 台中和平地區17度到31度之間 苗栗南庄市坦坦高溫來到32度 有五成以上的降美機會 新竹關西殲15五峰16度到33度 新北烏來台灣復興也是要留一 午後震雨20度到33度 宜蘭大同南澳地區20度到33度 華聯新城華里市吉安高溫都來到33度 壽林及萬榮地區19度到35度 壽峰峰濱24度到33度 壽林光復及瑞水石多雲道晴25度到35度 灼溪玉里富里最低溫降到12度 在灼溪高溫來到35度 台東海岸線地區要留意此外線很強 26度到35度 池上觀山海敦岩坪25度到34度 陸野台東市北南投石多雲道晴的好天氣 南澳西24度到36度 南迴地區也是多雲道晴 但是要留意局部的極端高溫 蘭嶼地區28度到32度 最後外島連江金門澎湖28度到33度 那麼明天上半天同樣是多雲道晴的好天氣 不過提醒大家白天的防曬工作不能少 在中午過後台北南投還有宜蘭容易會下起午後雷震雨勢 那麼要記得攜帶雨傘雨距了 那麼同時現在是進行豐收的季節 以目前的數據來看這樣的夏季型天氣形態 渴望可以持續一段時間 所以短期之內不用擔心颱風來攪局 不過天氣變化快速 提醒大家還是要隨時留意最新的氣象資訊 那麼以上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谢谢大家